雖然已經高齡87 陳立金打起羽球 依舊活力十足 她說這是她保健養生的方式之一 而另一個方法 則是多做善事 有了助人的念頭 老人家立刻執行 她將珍藏許久的珠寶全部變賣 從2007年到現在 陸續資助了慈濟眼科中心 400萬台幣 讓貧困的眼疾患者能重見光明 以善傳家的陳立金更用自己的身教 來愛慈激大家庭的法慶 她很高興 雖然她有害怕 她也很高興 有時候早上是沒問題 她也是到家裡去創菜 給我們大家吃 活了大半輩子 陳立金說真正的財富 愛慈激不是擁有 而是懂得付出 你為什麼要擁抱 沒有啊 我們放在那邊創下 不然就割了 我們把油膏吃膏鹽 把油膏吃膏鹽 把油膏吃掉了 把油膏吃掉了 讓我們再次可以做的